大家好 6月17号 2020年欧洲杯B组第二轮又赛一场比赛 由世界排名第一的比利时队 课长挑战排名第十的丹麦队 这场比赛也非常精彩 在哥本哈根帕尔肯球场进行了 这个球场我也去过 我19年底曾经在旁边的这个酒店住过两天 所以顺便去看了看这个球场 没进去 气势非常宏伟很漂亮很现代也很新这个球场 现场昨天涌进了不少球迷 说是限流了说是30% 我看那个样子在局部 好像是非常拥挤 但是球迷呢也没有完全遵守这个场内的这个限制 比如说这个要隔一个人 座位呢不能说挨着坐 比如中间要隔一个座位 有的球迷就干脆就聚到一块了 又搂又抱又亲 是吧 又跳 还有些情侣啊 非常亲密 电视画面也改了 不知道这个当地的防疫措施 执行的是否严格 我觉得是有点担心啊 现场的气氛非常热烈 这个开场之前呢 开球之前 首先是有比利时队 赠送球衣 球衣上都写满了比利时队员 还有教练的签名 祝福埃里克森 早日康复 那么这个球场呢 离埃里克森 现在住院那个医院啊 不到一公里 所以现场这个欢呼声啊 应该埃里克森躺在病床 耳朵中听得到 那我相信他也会 以自己的方式 给球队加油 祝愿自己的队友 能够取胜 取得好成绩 比赛 还有感人的荧幕术 现在进行到十分钟 左右 那比赛 中指 爽忙队员呢 共同为埃里克森 祈福 祝他能早日康复 这时候不得不提啊 这个无良的 中国一些媒体小报 又开始炒作了 博眼球了 又出招了 说什么呢 埃里克森 有可能康复之后啊 到告别 职业生涯 告别欧洲足坛 啊 退出这个俱乐部队 到中国来淘金 到中超来踢球 你这不是子虚乌有吗 如果他告别了这个赛场 对吧 他退出了俱乐部队 国家队的啊 这个比赛 说明他身体状况不行了 对吧 他现在是安了这个心脏的这个除颤器 对不对啊 他要很难再进行这种高强度的高对抗的这种剧烈的运动的比赛 对吧 你把它搞到中超来干嘛 中超是来养老的吗 对吧 对吧 你这些人是 哎呀 不是 说起来真是 义愤填膺 一言难表 这人脑子是被驴踢了 当然说 老板有压力 当记者 当编辑 是吧 压力山大 要求心 求特 瓦空心思 搞点旁门左道的小道消息 炒作一下 拨点眼球 但是你也不能搞这么 这么离谱 荒诞 不惊的这些 对吧 新闻 他可能嘛 哪个俱乐部 中超俱乐部感冒这么大风险 搞这么一个病人 有严重病史的一个人 万一你在中国出现不测 对不对 就中国的这个救护水平 足球的这个救护水平 管理水平 什么卡拉斯科这种世界级的球员 到了这都极不适应 对吧 纷纷吐槽 我们的训练水平 对不对 后勤保障水平 职业素养 能能保证 一个一个刚刚康复 对不对 刚刚做了大手术的这么一个人 过来 踢球吗 简直开国际玩笑 非常气愤 不提这些了 咱们还聊正题 丹麦队呢 从第一场对芬兰的这个心理阴影当中 应该说走出来了 我觉得恢复的不错 全队啊气势如虹 士气正非常高涨的时候 再加上现场球迷 上半球迷的这个 打气 是吧 加油声 不绝于耳 是吧 所以呢 这个 从心理上 憋了一股劲 是吧 要争胜 要取得一场胜利 献给自己的队友 埃里克森 所以上场之后啊 就是满血复活 是吧 全场紧逼 积极这个奔跑 拼翔 上来呢 打了这个世界第一 比利时红魔呀 有点懵 再加上这个比利时主帅 瓦琳内斯啊 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在这个关键的比赛当中啊 国家队比赛当中 临阵 换将 把这个中尉啊 给换了 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是想出骑兵啊 还是怎么样 反正这个骑兵倒是挺骑 结果呢 把自己给骑了 上来之后不到两分钟 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这个中尉呢 后场传球 传给自己中场的这个队友 中后场的这个队友 结果呢 可能是第一脚出球 还是怎么着 脚比较冷 比较生 直接传到了这个比利时队员的脚下 那人家接球呢 毫不含糊 那比利时的这个后卫 传到了这个丹麦 在队员的这个脚下 人家也不含糊 持球呢 直接分球 这个分给了大禁区前沿的这个鲍尔森 波森 这哥们接球之后呢 也是毫不犹豫 横下这么一趟 起右脚 打球门的左下脚 这个 这个比利时的这个门将啊 应该也是刚上场 还没有完全展开这个身体 打了个措数不及 球啊应声入网 一比零现场就沸腾了 这个球据说是欧洲杯 决赛阶段第二块的进球 不到两分钟 一比零 这是梦幻般的这个开局啊 此后呢丹麦队更是士气大阵 那全队上下 打了鸡血一样 全场紧逼 对这个比利时队啊 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疯狂进攻 搞的这个比利时啊 招架不及 再加上他的这个主力得不劳内啊 还有几个人啊因伤 都没有上 前锋这个卢卡库呢 虽然急剧威胁 但是被他这个后卫啊 五号看得死死的 寸步不离 真是瞻得牢 甚至说不惜恶意犯规 如影随形 甚至卢卡库后撤到自己的这个后 后场啊 他都跟着啊 一个寸步不离 小跟班 这个各种防守动作 剥 揽 拽 铲 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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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正了的呢 跟那个比利时差不多 比利时呢 之所以是世界第一 那也不是吃素的 下半场呢 教练马丁内斯 做出了及时的换人调整 把德布劳内换上来 果然就起了效果了 比赛进行到第九分钟 卢卡库呢 在这个前场得球 中场得球 迅速突破 高速摆脱 两名这个丹麦防守队员的 这个防守直奔底线 就去了 没到底线 看到队友呢 小阿扎 这个德布劳内啊 已经闯入禁区了 直接一个横传 德布劳内呢 也不愧大师级的 这个中场 看到自己的这个队友 小阿扎 阿扎尔就在自己的边 这时候禁区内已经形成了四打四 丹麦队呢 这个狂攻啊 这个兴奋劲还没有下去 所以压得非常靠上 被这个比利时打了一个防盘 所以阿扎尔非常冷静 德布劳内非常冷静 他前面呢有防守队员 后面呢还有这个守门员 所以他呢 坐船 向左 船轨了 从后面插上 包抄的小阿扎尔 小阿扎尔呢 推射入防 这个球比较轻松 因为他前面已经没有防守队员了 就空了 四打四的局面 所以这个防守上 出现了漏人 出现了空档 这个球之后呢 进球之后 比利时队重获了信心 肯定住了局面 双方又开始进入胶着的拉锯战 对攻的状态 那这个丹麦呢 气质上明显就矮了一截 那有了这个阿扎尔 德布劳内 有卢卡库 他的这个比利时队就打活了 那终于呢 后来这个德布劳内 抓住机会 进去外 打进去外 又有一段这个远射 角度非常雕 也非常漂亮 锁定胜局 所以呢 这个在意料之内 因为比赛之前呢 有社交 国外的这个社交媒体上 80%的这个丘弥都认为呢 比利时会获胜 因为实力上 那明显是 那个高出一头 比利时虽然这个丹麦虽然是 重置成成 士气高昂 又有主场之力 但毕竟呢 技不如人 那尤其是在这个埃里克森 前锋 主力前锋 伤病 没有上场 就即便他在场上 我估计也无济于事 因为毕竟这个实力 包括板凳队员的这个实力 都摆在那里呢 有世界级的前锋 这个卢卡库 到了下半场 我看防守他的这个队员 上半场批于奔命 体力消耗非常严重 也准跟不上了 这个一米九几的 比利时前锋 有身体 有速度 有技术 投球也非常好 还能传球 防不胜防 所以一个人防他 非常吃力 所以这个 到了下半场 我看丹麦队的这个后防线 有点应接不暇 但是呢 全场呢 比利时队的射门 到底次数真是不多 丹麦有二十三角 比利时呢 只有六次 但是有五次打正 打正的这个次数呢 跟丹麦是一样的 都是五角 这就说明比利时的这个效率 非常高 是非常恐怖的 全球的这个准确率 双方都在84 这个也是差不多的 犯规呢 比利时还多一点 所以这场比赛之后呢 基本上丹麦同化 就彻底就破灭了 欧洲足坛没有那么多 同化 92年完全是一个意外 当今欧洲各队的这个实力啊 非常接近 队员呢 地战术水平啊 越来越高 对抗程度越来越高 要再出现那种 偶然意外的 这个事件 小概率事件 是非常非常困难 所以 这场比赛之后 基本上丹麦队呢 我觉得就打到回府了 下一场 即便是能赢俄罗斯 能拿三分 也需要 看看其他组的第三名的成绩的情况 我觉得比较困难 因为俄罗斯队呢 现在是排名第二 已经拿了三分了 所以 那比利时呢 拿六分啊 基本上已经拿到了一个出现名额 航手挺进十六强啊 我还是比较看好 这是球队 有多冠的这个实力啊 我们拭目以待 以后的比赛肯定会更精彩 感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